是最可惜的一个地方 就是到国外两个政党的人相互骂 这不但会被人家看不起 也会对我们国家整体的外交有很大的伤害 以色列在鹰派鸽派在跟阿拉伯对峙最厉害的时候 鹰派鸽派我不讲那个当时竞争的对手的名字 鹰派鸽派在竞争激烈的一起到美国 因为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邦 到美国任何一个人去访问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侨舍 他们的侨舍 就是犹太会所的负责人来召集 我们的侨胞会分成两派三派 因为当然现在因为还有中共那一派 所以可是不能想象的 在面对国外的外交人员 还会对我们国内的执政政府人员 或者是对手加以批评或攻击 这其实是非常不智慧的 因为对这个政党其实并没有帮助 那对整体国家的利益其实有损伤的 所以我是建议蔡英文也好 进步充也好 在国外不要再像在国内 跟IIT的官员见面一样的信口 随便乱讲 随便乱讲 要顾及到你们现在的身分是要保护 国家整体利益 而不是政党或个人利益 对 这个其实一致对外 这个其实是蛮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国内过去一直不是这样 大家都要去告洋状 然后讲谁谁谁怎么样 然后媒体做很大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们接你的call in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美国其实大家争相抢得去的 可能就是王健民这张王牌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找王健民 王健民真的有那么神吗 四年前谢唐廷就去找过了 而且还在现场支持者大喊 谢唐廷当选 但是毕竟也没有当选 因为王健民现在加入的那个队 叫做什么队你知道 叫国民了 插一个党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相关话题 戴上国民队球贸 换下进取制服台湾暂踢 被批评消费王健民 竟补充一行人 穿着打扮 希望淡化 选举位 而总统嘛 撩下去 王健民 赞 赞 赞 投手秋上 发光发热 我们真的从内心感到高兴 马总统不必嫌 竞选手势大力比了三个赞 还到眼睛都眯起来 这回粉末登场录VCR 仔细看 眉毛画的 嗯 颅有形 粉破白了点 点带小了 妆容也深了 对照马总统眉开眼笑 手势多多 王健林却没有太多表情 静静看完 整个隔海加油袋 其实基地公司早要提醒国民队 会面过程不能含有政治目的 球队公关有点不耐烦 但挡不了台湾加油热情 中华加油 台湾加油 加油 加油 我可以 尴尬 差点忘了喊 王健民加油 金普通这一回当总统分身访美 代表团千里迢迢 当然要使命必达 可是要会王健民 强迫光得瞧半天 要先算准建载在哪一天的哪个城市 预先敲时间 而蔡英文这后节也要出发访美 但届时王健民已经到纽约 双方无缘相见 篮局这回被批选签消费王健民 而绿云过去2008年大选签访美 也想跟王健民来个相见还 西安平窜4号球役 即便王健民没灯板 冤跳牛棚里练球的他 也要集气加油 长边红布条支持者热情喊冻算 4年前4年后 大选不分篮绿 只要能上媒体沾个光 王健民都是个曝光梗 我们看到这个蓝绿的手法都差不多 我刚才看了之后有几个感想 就是马总统 我们这一段影片演得太多了一点 而且专画得太浓了一点 我们看到马总统都说 我真的好高兴 王健民真的好高兴 那个表情的时候 我们再对到王健民 站在金普聪跟曾永泉的身旁 一脸无奈 那我觉得他其实本身有很多的压力 因为可能他的球队 不希望真人太多的政策 他可能有被提醒 再来我们也不晓得王健民是不是支持马英九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这样这个举动 球迷看了不舒服之外 那民进党当然有点意见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讲话的三个人 民进党算开始讲蔡黄狼说 金普聪你要适可而止 不要假借总统名义 以马办的身份去消费选手 而周瑞雄律师说 好他是议员 金普聪准备赵剑王健民吗 将政治之手申请体育界 国民党为选战 无所不用其极 而康玉成说 国民党为了操作选举议题 消费台湾之光 把体育中的政治化了 拜托国民党 饶了这些旅外辛苦打拼的球员吗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很对 但是等会就可以看到民进党 几年前是怎么做的 不过确实啦 我觉得今天这个图 在我一个观众的角度 或新闻工作的角度 我觉得看来有一点 勉强了一点 我先请我们的文家兄 你看了之后你什么feu 总统那么嗨 最近蓝绿对峙蛮严重 但是也看到一些改善的情形 我先插一个提讲 过去很多蓝领老师 现在讲国民党都讲说 讲国民党最好先把我半身麻醉 真的痛苦 那绿领老师会讲说 说到我们民进党先裹一个呕吐袋 我觉得蓝绿就用这种心情 来看这件事情 多做自己的反省 王建民我们常讲是台湾之光 可是政治人物只不过是什么 要借这个光来打自己的光而已 这是一个非常差劲的消费政治学的 赤裸裸的呈现 蓝绿都一样 特别是马总统 你是国家最高的公益代理人 你的标准比谁都高 你带头不做的事情 如果别人做 你就有那个最高的正当性 让国人知道说 我们心中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王建民绝对是我们的 叫做分享的共同体 透过王建民 我们分享我们集体的荣耀 或许某些让我们失望的地方 这个分享的共同体 我想蓝绿都要共同的尊重 我要提醒 擅长选举的金埔聪秘书长 您今天这一局是完全错误 这很典型叫做 Me too identification 叫做我也是的认同建构 你是王建民吗 你不是嘛 国民党是王建民吗 也不是嘛 同样 蔡英文是王建民吗 也不是嘛 民进党是王建民吗 也不是嘛 王建民就是王建民 不能透过这种硬掰的说 我也是 这就要沾他的光 这种沾光政治学 就到今天落名 董跟我插一句话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请国民党 这些青年团体来做一个问题发问 你认为今天这个举动做出来是要给他一个赞 还是要给他一个赞 因为现在你脸书有个外挂城市 可以把赞也放上去 对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管他赞或赞 但是看到马总统是赞赞赞 在现场 我看了都吓一跳 但是其实在险棋里面 大家各拉拢 譬如说你是明星 常常有明星来站台 那明星 因为他是偶像 他有很多影迷 然后这些人就因为喜欢这个明星 发现这个明星 挺了男后力 然后就去挺谁 也常常有这样的操作 过去高雄有一家电视台的老板 他显立委 他就把他旗下的电视台的明星都找去 找去他以为他一定当险 我那时候在当地在跑新闻 我看了就讨厌 就觉得他一定露弦 果然就露弦了 这家电视台的老板 就没有当险成立委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台湾 像这种用认同的方式 其实还是蛮受用的 尤其你如果找一些歌仔戏的 那个是很红的 然后到乡下 阿公阿嬷出来看 今天不是像像像 他就觉得有那种情节感 会不会 伟大的运动员或者 正红的当红的电影明星 演艺人员等等 当然是有一定的群众的魅力 所以如果说他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的话 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就无可厚非 我们想想看 当年雷根总统竞选的时候 好莱坞群星云集出动的帮他助选 另外就是克林顿总统 很有好莱坞的缘 所以他选举的时候 后面跟着一屁股的女明星 每个人都是纵心拱的在帮他拉票 有没有发挥效果 有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运动员或者演员 他不想介入政治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有很多伟大的运动员 他不想要蓝或绿 我们就要充分尊重他 当然如果说像蓝的绿的 去探望探望在海外打拼的 这些伟大的运动员 那些理数上 人情上也难免的 我想民进党讲那种酸溜溜的话 他想一想 如果蔡英文先去 先跟王建民慰问慰问 鼓励鼓励的话 那就不是消费了 说话就不是这样说了 那个叫酸葡萄 只是慢了一步就酸葡萄 那也不必 我当然也会把刚才文家兄的一个建议 也带回党内检讨检讨说 是不是我们这次表现的 可能没有规划得很好 的确是有检讨的力量 我知道这个姚老师 一定有很多的感触 但是我们先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场 王建民好像人形看板了 甚至有些人就说 有点被霸王硬上攻的感觉 我也没有很想让你们来看我 可是我必须要站这边 让你们这样子 喔 台湾加油 中华加油 差点忘了蒋王建民加油 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听听听大家的意见 澎湖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请说 陈先生 你在线上吗 喂 对 是 你好 主持人各位明觉大家好 是 我只有三个问题 很简单 第一个问题 今天带团到美国 到底是曾永群还是金服冲 第二个问题 那么今天到底现场的贵宾 都没有人批评过金服冲 只认同金服冲 第三个 金服冲对马英九是加分 或是减分 我去我们了解 所有的大佬对金服冲都有很多意见 好 谢谢您 我不知道您讲的贵宾是什么 但是我们刚刚对今 至少我们的来宾间对蒂普冲 有非常多的意见 高雄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请说 陈先生 今天的各位贵宾跟主持人 都是我们最欢迎的 每次都给我们最正确的一些报道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小董你记得有一天 你质问陈振胜的时候 他说的荣民多苦多苦 你叫他问一问宋达是谁 宋达就是帮荣民的 是小宋的爸爸 那另外呢 陈振胜有一天说 他参加了一个节目回来 他上面多好多好 其实他从友台刚刚下来 他满口胡说八道 谢谢您跟一见 好 我们讲的是前几天的节目了 好 高雄的苏先生 苏先生您好 请说 苏先生 蔡英文犯了三个致命伤 一 人民不知道他在选什么 要为人民做什么 第二个 不和贪腐切割 甚至令人有贪腐共犯之质疑 三 选择没有加分不当的副手 连民进党的大佬都不服 以及民进党人都很失望 谢谢您的意见 新北市的陈先生在线上 陈先生您好 请说 好 谢谢 请说 我认为我们马英九派人去 慰问王健民是对的 是 如果不慰问的话 就是说国民党当选总统 为什么海外的运动员 我们都不关心呢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要慰问他是对的 好 谢谢 谢谢您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是有不同的看法 刚才这位朋友 其实他讲了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们这么多运动员 在海外打拼 王健民表现得好 其实身为执政党有人去看看 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是一个角度 但是我们回头来说 现在是民进党花了非常大的活力 说这个金普聪跟曾永泉这种做法 是在消费运动员 消费台湾之光 可是我们还是说 如果你要批评你的政治对手 请用同一种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新闻有看到 谢长廷先生 当年可是在场边大喊 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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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又算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 自己怎么来自圆其说 或是他们的讲法又是什么 发言人梁文杰今天再次质疑 金普聪以竞选总干事 马总统密友的身份 我觉得这个很缺德 密友的身份 这什么意思 讲清楚 在美国人面前 恶意的重伤在野党 把选战延烧到美国 变成他的个人秀 另一位针对金普聪 将召见台湾棒球之光 王建民转交马总统 亲笔信函 影音光碟等一事 蓝文杰说 2007年谢长廷前院长 是以球迷的身份 带着观赏球赛的心情 去为旅外台湾球员加油 完全不打扰选手 不向国民党为了青年选票 过度操作选举一提 消费台湾之光 把体力政治化 那请问一下 刚才我们的画面上 我们会一旦重复 在场边 如果只是观赏选战的话 这动算 动算 动算 又有什么解释 我觉得今天这一份东西 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耶 邰老师 对啊 我觉得民进党 真的是别笑归美尾 这个我认为两个都不好 在看台上去喊当选 所以我经常在看台上 在看台上就做运动的 表达就可以了 你可以跳起来叫 可以喊 可以舞动身体 可是不要喊当选 这个我觉得政治啊 不要丢了做人的基本道理 这个基本道理 就不要让人家为难 王建民的粉丝 有蓝有绿 不管哪一边的人去 你都让客人为难 他不能对你特别友好 因为他有他不同的粉丝 这是一个角度 政治人物不要做了 这么没有道理 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更可惜的是 王建民是我们台湾超越蓝绿 少有的交集 魏德胜 王建民 郭洪志 曾雅尼 这是我们台湾的资产 超越蓝绿的资产 在这些人的面前 大家没有蓝绿 就一起鼓掌 这一个熬夜看球 那你为什么要 应该要保护这种资产 让他能够促进台湾化解的 所以谢长廷的做法 跟金普松做法 其实我都 都有点保留 不要去 不但不要让人家问他 而且你要刻意 要回避保护这样子的人 让他将来促进台湾的和解 这是我觉得 他们应该自己要有点检讨 对 但是这个团 他的团长是曾永前 因为他是丽瓦燕的副院长 他们其实还跟美国 就是有些使节 或者外交的碰面 民党认为说 金普松怎么可以 可以去召集这些人 其实 因为他主要的团长是曾永前 就是他有公职的身份 其实这样 但是刚刚姚老师讲 就是说 不管是这些东西 运动员 或者是像魏德胜这种导演 这些人都是国宝 那都是台湾之光 如果政治人物去沾上了 会不会让他们 等于说 民众很不好的观感 然后你们都要来沾这些 国宝及人物的光 但是在台湾来讲 这样的选题到底能不能加分 其实讲的道理 大致上大家也都知道 问题你真的能够加分吗 宋宣 我觉得扣分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坦白说 我看了真的是还觉得蛮恶心的 可是我们要回头检讨 刚刚其实我也不觉得说 新北市的陈先生讲的说不对 就是说我们去帮球员加油 有什么不对 问题就出在 因为平时不烧香 临时才爆爆脚 我觉得问题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你平常对这些球员也好 对这些运动选手也好 或者对这些事情也好 坦白说你自己的关注不够 你没有跟人家真正建立情感连结 所以大家彼此感觉上都是很陌生 都觉得自己是在演一场戏 你认为曾永泉看到王建民 真的有亲切感吗 王建民看到曾永泉 真的认得曾永泉是谁吗 我觉得王建民很不知道是谁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平常都没有建立这个连结 就不会让民众感动 因为选手就觉得 他只是来摆个样子 我只是来印个帽的 这个印帽 我们就会觉得对选手很残忍 可是如果你平常 就真的很用心的在关心的话 我觉得选手见到你 都是很自然的感动 而那个感动就会感动全民 原来你们平常做了这么多 所以你平常都不做 然后到了选举的时候 就拼命的把这些人 拉到你身边来 拍一个照 然后印一个帽 然后对全民做一个交代 我觉得恶心就在这个地方 是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不断重复两段画面 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 是我们把现在的国民党金普通跟曾永泉 去看王建民 跟当年的这个谢长廷在场边叫洞政 大家一起来看看蓝绿是怎么做的 就像风鑫讲的 可能是一样恶心 可是至少我们看到今天王建民的表情 他其实是真的是有点 好像不得不然的感觉 其实如果说今天 这我跟蓝绿无关 我说今天我今天去到美国的一个人 然后他去看了王建民 然后全台湾我是多数的人 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很自然 是 周美新 其实过去我们一段的去消费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消费过曾亚离 我们消费过吴宝春 我们的政治人物 一路消费过来 但是慢慢的 我们其实这两三年台湾社会 看到了怎么去关怀他们 不是政府或是一般有力量的人 有些官返的典范 而这个典范觉得很可惜的是 马英九没有学到 民进党没有反省 然后不断的还是只想去沾瓜 拜托这些政治人物 如果你们学不到周美青 那就放过王建民 放过曾亚离 放过吴宝孙 放过魏德圣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尤其我们的执政者 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执政者很喜欢把说 比如说体委会有补助 或者政府有补助 绝对就是他照顾运动员 错 因为政府的补助 那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所以你光是政府有补助这件事情 并不代表你关心运动员 关心运动员也好 关心体育选手也好 关心这一些人的奋斗也好 你必须打内心里头 去关心他们真的碰到的困难 然后你协助解决 这时候你就能让人感动 如果说你只是想说我发个钱 这个就叫做关心的话 那你也太容易了一点吧 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去做你自己的政绩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件事情 我要回到这新闻稿上来 我真的对于台湾的选举 大家不要搞一些这种小动作 什么叫密友 讲清楚 什么叫马总统的密友的身份 这是民进党的新闻稿 写得清清楚楚 或许他对于国民党的批评 我觉得其中有其对的地方 但是不要做一些隐晦的发言 什么叫做密友 如果用英文close friend 这什么意思 蔡委员 好久没有念英文时候不宜解释 所以我想要不要创下 这是密友 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事情 其实基本上民进党他们 其实你从最后